3月12日上午9点,在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康复驿站里,第一批51名康复人员结束了14天的隔离,即将乘坐大巴车返回自己家中。 临走前,坐在车上的康复人员隔着玻璃,和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挥手致意。 各位们,回家康复驿! 住在康复驿站里的是已经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,按照规定,他们出院后要在康复驿站继续进行14天隔离观察。 从2月28日开始,汉阳消防救援大队派遣30名消防员赶赴康复驿站定点执勤,担负康复人员转接服务、保障等工作。 来了之后,我们这些消防官员从那个,基本上就是提供24小时的各种服务工作,比如说每天的三餐送饭,水果呀,包括各种他们需要我们帮那种小忙,尤其是心理辅导这一块。 消防员们24小时值班,为康复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服务,每天把热饭热菜送到康复人员手里,帮忙联系康复人员家属,队友物资需求人员及时代为购买,并将物资送到康复人员手上。 像我是一个低躺低甲的人,我就跟他反映了这个第一情况以后,他就马上给我把这个空调的遥控器给我送过来,派了一个人给我把空调给我调好了, 然后就跟我在外面点了外卖,帮我买了香蕉,因为我吃也少这个东西嘛,确实这是对我很大的很大的关怀。 除了保障好康复人员的生活,康复驿站还为每栋楼配备了两名医护人员,每天上门检查康复人员的身体情况,特别对患有心脏病、糖尿病,已经行动不便的康复者,不定时上门送药,监测体温,并询问康复人员身体状况。 对有身体不适的人员,及时联系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治疗。 生命体制呢,所有的都会监测啊,首先是体温的,那就是它的个人状态啊,情绪啊,感情啊,进行心理疏导啊,就是各方面的,从生理到心理都对它们进行关心了。 有基础病的,我们就在我们这现有的设备条件下,就是该测血压就测血压了,凶闷的我们就要做,看一下血压保护度了,就是有什么,就是有的药没有了,我们就给它买药了,监测除了那个新冠以外, 这就是基础疾病,我们也对它继续监测。 截至3月12日,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康复驿站,累计入驻719名康复人员,出院51人,未来几天,符合核酸检测结果的人将陆续回家。